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其實到今時今日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紀念六四呢? 我們需不需要去紀念六四呢? 每年的6月4日 究竟我們做些什麼 或者那天怎麼度過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平日的364天 究竟我們是怎麼過的 我們有沒有真的 好像我們的口號所說 我們堅持聖經的公義呢? 我們有沒有好像我們的口號所說 我們是拒絕盲目跟從呢? 如果只在6月4日 這一晚 我們先去紀念 先想起這件事 但平日的364天 只不過好像平常人那樣去度過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今時今日最重要的是 我們處身在這個社會 每天就好像在一個火爐裡面 我們受著這個中共 紅紅的烈火 那種的迫害 赤化 我們有沒有中我們做基督徒的本分 起碼藉著我們的聲音 或者一支筆 去嘗試 說回一個真理出來的 如果平日 364天你都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只是那晚去維園 誰知蠟燭 甚至我讓你上台去說話 其實這件事沒有意思的 坦白說 今晚6月4日 在維園裡面 在台上 一定有一班偽民主派的靜君 你不會覺得這一批人 因為今晚6月4日 他們去了維園上台 喊了一句平反六四 結出一黨專政 你就會覺得 他們真的中了他們的本分 在這個社會上 真的去執行這個公義 你不會覺得 因為他們平日364天 都沒有做好自己的 作為議員的本分 相反 今晚這個時間 我們知道旺角一批的疑事 好像梁天琦 光明他們 在獄中 或者他們現在在囚禁 他們沒有辦法在任何一個地方 去紀念這個六四 但你不會指責他們的 你不會說他們不去維園 你不會這麼說的 因為他們已經付出了代價 他們在過去幾年裡 無論他們在旺角 或者他們在這個戰令裡 他們因為愛香港 或者真的露見不平 已經付出了這個代價 所以平日364天 我們怎麼度過 做了什麼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其實6月4日這晚 去不去維園 甚至我們 紀不紀念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